小籠包一豆子 不是日本料理店 但是从客人到店员 日语此起彼落 这些观光客都是为了小籠包 慕名而来 现杆现包的小籠包 蒸八分钟便里外熟透 汤包收口折花处带有嚼劲 底层皮虽轻薄 却能包住满满鲜美肉汁 迷你小籠包 蜜薯 均酒 菜均很好 店家传授专业吃法 酱油醋比一比三 加上姜丝入口 让小籠包在咸香之余 夹带微酸滋味更解膩 猪肉冻下去慢慢熬 熬起来等它凉了 再冻起来然后再下去嚼 猪皮冻跟温体猪前腿肉 就是小籠包汤汁精华来源 若加进虾仁跟丝瓜 口感更有层次 澎湖丝瓜虽然贵了三倍价 但绝对清脆鲜甜 在网上 这间餐厅民国七十二年开张 吴老板当初拜师上海老师傅 再专研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像是这圆中鸡汤就熬了四个钟头以上 带骨鸡肉轻轻夹起 骨肉已经软到都快散开 选用两种鸡肉 玉米鸡熬汤释出营养黄油 放山鸡则吃它软嫩的肉 不用中药只放葱白跟姜片 汤头就很赞 只是餐厅虽有名气 仍面临员工难寝的窘境 由语言天分的女儿 干脆辞掉原先在会计事务所工作 回来帮忙招呼外场 米鸡一瓣 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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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儿子则负责长厨 美食无国界 三十六年老店满足旅人的胃